一个是准备了节日的食品 就是这种特色的食品 再一个是还准备了一个整个的一个晚宴 应该是还是比较丰富的 至于这个月饼的这个口味 那么我们在中秋节之前再进行揭秘 先保留一个小悬念 我们也考虑了这个节气食品 那么在这半年的飞行当中 不仅是这个福天 那么我们也会遇到这个立东 如果是说到饺子的话 我们是也是安排了这个饺子醋 在天上吃饺子的时候 他们是可以蘸醋的 我们是一个大耳装 在吃饺子的时候 可以就是把这个醋挤到这个饺子上 家乡的美味肯定是不能忽视的 我们也会根据不同航天员的 它的地域的特点 来适当地准备一些这种家乡的美食 我们是这个食谱是提前设计的 完了之后 我们每天吃到的东西 是事先安排好的 但是我们在一定的周期之内 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调整 这个也是有一定的自由度的 这个零食是有的 并且这个品种还是比较丰富 比如说这个零食里边有肉制品 有蛋制品 有乳制品 还有一些豆制品 坚果 糖果 这一类的都有 甚至是饮料 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设计范围之内 我们现在有一类产品 叫这个菜肴类的副食 其实呢 它是一种罐头食品 但是它的食材呢 主要是一些蔬菜类的产品 那么蔬菜类的产品 在加工的过程当中 它根据不同的工艺 它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比如说原来很脆的一个食材 经过这个工艺之后 它就会变得很软烂 比如说原来颜色很鲜亮的 那它就变得呢 就是颜色很暗淡 甚至给人造成一种不适的这种感觉 我们在研制的过程当中 应该是在加工工艺上 进行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创新 基本上能够满足 我们最终的这个目标的要求 当然后边我们会 在这类产品的这个加工上 会再进一步地想办法提高 更高的它这个 来满足航天员的要求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